由大陸商人拔持的《香港城报》 一周以来在头版不断炮轰中联办及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 10月5日 该报将炮火指向了香港的两份喉舌媒体《文汇报》及《大公报》 指两报发表舆论分化香港社会制造敌人谣言惑众 文章还提到 自有关评论刊出至今 《城报》遭受来自深圳公安 自称代表中联办的人士 以及广东方面登任的滋扰和恐吓 要挟会用尽方法使城报从此收声 关注事件的香港民主人士邹明芳告诉本台 所谓管制或是相处的态度并不是同一块铁板来的 他们自己也有一个角力 一方会对香港人比较尊重 另一方比较相信强硬的去控制 第二点就是在《城报》这个事件上面体现的 现在不同派系的一个斗争比较浮面 《城报》是香港历史最早的报纸之一 曾长期占据香港报纸销量榜首公元2000年 该报因出现亏损出售股权 期间主要股东几经变化 2014年中国大陆商人 顶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古卓恒入主城报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